管理Newton案件 现在法案要上紧发条 但是同时也有一样东西 也上紧了发条 这是影音分享平台YouTube 我们过去常常说YouTube上面 真的是包罗万象 你什么样的影片都看得到 但是最近YouTube宣布 未来将会严格禁止用户 上传危险恶作剧 甚至是冒险的影片 如果说未来对人生 有安全的潜在影片 也将会被禁止 今天一期追新闻 雅文就要带我们来追追这个消息 时间给雅文了 好了 谢谢主播 最近因为这些虐童的案件 其实真的引发大家很高度的关注 今天这个主题也跟小孩子有些关系了 就是我们平常很喜欢看的影音平台YouTube 现在YouTube它更新了 就是这些危险挑战与俄罗主义的规定 那这个规定更新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很搞笑 那些影片现在可能通通都不行了 主要来说像是有些父母 他们可能会开玩笑跟小孩说 要卖掉小孩啊 或者是说装死吓小孩 这一类的影片啊 现在都会被全面禁止了 因为他们说只要有涉及到 会影响到小孩的身心灵发展 或是情绪发展的话 通通都不可以了 甚至呢是更进一步 有一些危险挑战也都不行 比方说像是蒙眼开车这一类啊 甚至我之前在美国有看过 有YouTube一类情侣YouTube 他们为了要测试那个百科全收的厚度 他们就做了一个开枪的实验 就最后这个男子是当场就是中枪身亡 甚至他三岁的女儿就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 所以现在呢 YouTube影音平台已经全面更新这个了 就是接下来这一类的影片都会全面被禁止 所以这边提醒一下 平常可能很喜欢开 很喜欢拍影片的民众 或者甚至是父母啊 接下来在影音上面的拍摄 跟上传选择都要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这一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 把时间还给主播 给主播